看一下我们这为什么一直没有成像呢 User List 下面这个PanelBody是空的 User List 因为我们这没有保存 所以它一直就是没有效的 现在我们保存了一次看一下 有变化 看它的高度是在变化的 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是成功了的 当然这个高度其实它有一点高 因为我们顶部这一块并不止120个像素 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个像素 这里呢其实已经是多少了 91然后下面还有20 整个来说还要把这一块给去掉 这块是多少呢 40有接近160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可以简单的先估算一个值出来 比如就是我们的160 等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其实还有一点点小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 你看还有一个15 30 所以这儿其实捡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就变成了190了 所以这个时候 看一下是不是就刚好 好 还有一点点 那把这一点点也减掉 200 当然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这种做法不是太标准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去碰巧 去试这样一个数字出来 看其实这里都还有一点点问题 好 这个我们就暂时先不管它 我们 考虑一下 为什么每次都要去这样子变一下 它才会变呢 因为我们没有触发这样一个resize 这个东西 这里我们常规的做法 其实是这样子做 就是说我们手动掉一次 所以说我们只要一刷新 那么手动它就会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当然这里我们稍微再减一点 这样子的话 它的高度的话 就不会有滚动条这样出现了 它变小一点 它也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效果的话 无疑是更好的 还有 当我们屏幕的宽度变窄了之后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这个响音式的话 它实现的这种方式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当它小一点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用XL XS这种方式 我们这个时候把它的比例给挑一下 这个时候呢 下面呢 就一站四份 然后下面的话 肯定就还有八份去了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看一下 变小的话 它也是对应的 来做这样一个变小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就更合适了 当然这个减 减去的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其实怎么做呢 还有更准确的方式可以去减 什么方式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还是我们的APP 这个元素我们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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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找到我们的 offset 看一下它具顶部是155个像素 好 所以呢 它具顶部是155个像素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值来进行一个减 那我们再来 通过这个换个位置 其实它的顶部的位置还是155 说明这上面这个区 这个区域的数据 就应该是155 所以它这边的一个高度的话 就应该是 100多 好 这个高度问题我们就不在这儿纠结了 这个地方 就可以通过这种算法去算出它的高度 算到它的高度之后 那我们右边应该怎么做呢 同样的 因为我们的右边这个区域还是需要高度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可以把右边这个区域 它的一个 也给写出来 比如就叫APP什么呢 绘画 chart body 通过它 我们就可以 来设置 另外一个高度了 好 很明显这个高度 其实比那边要小 哦 这里应该 不是什么点 这里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试试大概的一个高度 看现在我们其实用100就看起来比较合适 但是 这个呢 是我们 的一个 UI的一个东西 还有 user list user list 我们肯定还要装东西 这个地方装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 user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table来装 有边框的table 有边框的table 好 紧缩的table 当然这个里面我们肯定就是tr 然后td user1 trtd user 3 好 这个样子的话 看起来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给它选中一行 比如说这个就叫 success 看一下 这里我们就选中了一行了 这样的效果就看起来更好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追加的第一行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一个群聊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 把群聊和私聊都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用war 群聊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信息 所以呢我们这个绘画里面就会有这样一个变化 当然 这个地方应该用td来装 ok 好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这样一个 钥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啊 没问题 好的 好 关于UI的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来看下一个内容 下一个呢是这个什么呢 消息的一个广播 消息的广播有几种方式呢 其实呢 从在socd.io里面我们的消息广播其实是有四种方式的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这样来做测试 消息广播就是涉及到我们siver段的一个内容 所以呢我们要修改siver段的代码来实现 比如这里 既然是广播的话我们就怎么来做呢 刚刚也写了我们的四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io emit 那很明显这个地方我们有 又在暴时这样一个操作 我们先注料 那其实如果要广播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 emit一次 通知大家 只要有人上线 就给大家说 好 然后把这个socd.id给发过去 好 那我们客户端要处理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在这边进行对应的一个处理 就比如说 在这里 但这些事件 在这都有写work cover的时候 就打印出数据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有没有监控 这个是我们的siver 在做什么事情 他的那个是 事件呢 是online 所以这边呢我们把它改一下 online 有人在线的时候 我们就通知 看一下 已经把通知信息发过来了 这个时候再刷 看一下 我们又收到通知了 其实这个地方 附近这个收到通知了 然后我自己 有没有收到通知呢 其实也是通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广播 但是他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有什么特点 它是什么特点呢 通知所有用户 其实叫通知所有客户端 他呢 他呢是通知所有的这样一个客户端 那和什么等价呢 其实呢 他这种写法和我们这边这个写法 其实是等价的 比如说我们 i0.socket.amit 找到所有的socket 就是客户端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socket.id 给他发过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注掉这一段 好 自己上线呢 通知他 看一下 其实效果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者呢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 除了广 既然是广播 那我们 要 是想干什么呢 是想发给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 把这个数据使用 用broadcast 这样一种方式 broadcast 这种方式去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broadcast 是怎么来做的 socket broadcast.amit 好 规矩 当然这里我们也注掉这一段 好 注意了 没有任何消息 也没有 但是这边收到了 那如果我们再发一个呢 你看这个是在一条 这个是没有 然后这里我们再 再启动一个客户端 收到一个 收到一个 然后这边我们看有没有收到 没有 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除自己之外 发给其他人 通知 除开 自己的 所有客户端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broadcast 这样一个方式的一种做法 当然我们还有第四种做法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便利 既然你说了 你有这样一些socket 那很明 那很抱歉 我这里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使用 l.socket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先打出来先看一下l.socket 随便刷 随便刷刷一个我们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看一下 看一下 这 这 它呢其实是这样一个namespace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对象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做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 这里 第四种方式通过便利 这个便利怎么来做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定一个user map user's map 好 它呢就是一个map 那这个时候每一个用户进来之后我们也可以做什么事呢 我们可以把 它和socket存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通知谁 那很明显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做了 我们来便利我们的这样一个 好 通过tana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connect emit 来调用我们的online 这个时候发什么数据呢 这个时候发什么数据呢 发will.com这样一个数据 好 通过这种做法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哦 这边连不上 有问题 看一下哪有connect有没有写错单词了 看一下是在哪个地方 这里 ok 好 w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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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都多了好几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这个will.com 就是有新用户上线的时候 它会通知所有的用户 看一下 因为每个每次上线一次 它会把所有的用户全部通知一次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便利的这个做法 当然在便利里面我们就可以很灵活的来做了 比如说我们要实现broadcast这样一个功能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因为它毕竟是value 如果它不等于我们的socket.id 就是说不等于当前用户 那么它那再来调用我们的一个事件 那通过这样子的话就实现了一个broadcast这样一种效果 没有一次 再上线一个 两次 ok 看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灵活的去做 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 当我们这个连接断开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user 给它移除掉一部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消息广播的这样一个几种方式 好 当然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还有一个叫就是我们私聊 简单看一下 这个地方私聊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socket.id emity这种做法来做的 其实呢和我们便利这种做法其实比较像 就是说我们只要拿到我们要私聊的那个socket.id 对象 然后呢我们用它来emity这样一些事件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呢我们这个私聊 由于时间关系的这个代码我们就再放在下几课来实现 那么这几课呢我们就先到这里 至于